1 2 1 占地两公顷 亚洲规模最大 世界排名第二的高聚光太阳能发电 露竹示范场 在高雄县长杨秋新和颜索所长叶陶然 以及产观学相关人士的见证之下 141座装置着追日系统的太阳能聚光板架 同时随着日光调整角度 正式启动运作 我们这个是由原委会 核能研究所他们来设置 我想对未来我们日光能源产业的发展 有非常大的一个帮助 南台湾的日照时间非常长 每年大概有超过300天的日照时间 而且日光又长又强 是非常适合来发展台湾的产业 这是一个新的里程碑 那未来台电也要大概要设置四美高瓦 我想对高雄县成为台湾绿能产业 给重要一个重镇 我想这个电力一个非常重要的基础 整个地的取得 整个地的这个规划坦白的讲 都是县佛全力来协助 所以我们能够从龙潭 桃园龙潭顺利的移到这边 然后建这个设置厂的这个示范厂 我相信我们得到高雄县政府非常非常多的帮助 我们是诚挚地感激这个 杨秋新阳县长所领导的这个县府团队 所给我们的这个帮助 值得一提的是这种高聚光太阳能发电技术 能源转换率高达24% 总发电容量约为100万瓦 一年估计可以产生110万度的电 并且减少700万吨的二氧化碳排放量 达到节能减碳的功效 电视成功